好那我们就我先介绍一下今天两位嘉宾 我们的主持人是青年学者影评人程雪岩 他现在人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士 然后他关注东亚电影的传播 关注女性一体 然后我们对谈的导演 大家都很熟悉了 是杨丽娜导演 杨丽娜导演是国内第一批独立纪录片的创作者 90年代的时候拍摄了《老头》 大家比较了解的作品 应该是杨导最近的女性三部曲 尤其是最近9月份的时候上映的《妈妈》 我想大家很多人应该已经看过了 然后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 杨导90年代拍的那部《老头》 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到我们网站上来看 今天的流程还是和往常一样 先是由程雪岩跟杨导交流大概40分钟 然后剩下20分钟的时间交给观众 观众可以随时在这个聊天去 能听到声音 应该都能听到声音 可以随时在评论区留言 但是不要那个随时打开麦克风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二位了 嗯可以开始了 好 莉娜导演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大家的如愿而至 首先呢我们热烈的欢迎杨导于 大家打个招呼吧 嗯好各位好 主持人飞罗 还有所有的在线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杨莉娜 嗯很高兴坐在这边跟大家聊一聊 好谢谢丽娜导演 我是本次活动的主持人程雪岩 能够组织主持本次的活动 真的是深感荣幸 感谢Cassie Play组织本次的对谈 也再次感谢杨导在百忙之中 与我们在此相约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 我们今天活动的主题呢 是用影像记录 时代变迁中的生命经验 如果大家看过 如果大家看过丽娜导演的作品 都与我会有同样的感受 无论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 杨导他的作品始终都一脉相成 能够聚焦于岁月流逝和时代变迁中 个体的生命轨迹和身份认同 杨导的创作始终带有一种 批判性的思考和理性的启迪 用意义贯知的观察视角和新颖的讯事处理方式 能够捕捉真实在创作和记录之间 在见证与审视之间去捕捉时代的脉搏 通过影像传递给观众 然后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入的理解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和社会 那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的 与养岛交流的机会 我们这次活动的安排就像刚刚肥罗所说的那样 前40分钟是我与养岛的对谈时间 之后的20分钟是留给大家的 互动交流的时间 那大家可以在最后的20分钟中 举手开麦 或者在对谈的过程中呢 在zoom的聊天框中留言 把您的一些提问 或者说您想发表的感受和见解 可以留言写在zoom的聊天框中 衷心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对谈吧 丽娜导演好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您的新片妈妈的上映 引发了非常巨大的反响 从各种各样的路演呢 到各路媒体的报道 再到各种各样的专访 我们都感觉您近期就是 接收了很多的采访 也多了 一定会比较累 所以呢 那我想把今天的对谈重点 可以换一个角度或者是方向 针对您到整个的创作脉络 创作的心路历程 特别是您的纪录片的创作来聊一聊 谈一谈您在这一方面的心得和体会 您觉得这样可以吗 嗯 但我也不介意多聊聊妈妈 嗯 好的 嗯 那我们就随意的互动吧 阳岛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用影像记录 时代变迁中的生命经验 我感觉就是您从纪录片到剧情片的创作 总是能够以您的拍摄对象 或者说是角色为进 展现您对于一些特定的历史问题 或者是社会现状的深入思考 比如在妈妈里面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地方 就是女主角冯老师 她在整理父亲日记的时候呢 把这个整理日记的过程比作为 恢复这片土地上已经消亡的故事 我特别特别的喜欢这个比喻 包括我的其他一些影迷朋友 看过这部影片之后都对这个比喻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您是如何理解这些已经消亡的故事呢 又是怎样的一种力量推动着您去通过影像 去呈现这样的一种历史思考呢 我想它 我们无论是我们的人 人类任何国家 任何民族 任何个体 我们总是有时代 我们都是一个个从历史的尘埃中走过来的人 也是最终会消失在尘埃中的一群人 它就像一场很自然的这种更迭 就是人类的变迁 然后还有我们个体的这种生命的循环往复 它是一样的 从书本中 从影像中 从老人的传说当中 我们都会听到一种的方式 不同的人物和背景 那 他也有他自己的故事背景 他也有他自己的历史痕迹 对 因为 是一个考古学者 是他的台词 所以也跟女儿说 考古也会让我们了解过去 也会知道未来 对 其实我想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经验当中 还有我们的行进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多少都都不是一个偶然存在的嘛 他一定不是这样的 他一定是 很多方式 他是由来已久的 对 然后我是觉得 我们的影片 我要讲的故事 他也一定就是有着很深的烙印 你多多少少少都会 每个人都会背负着属于自己的那样的一个非常鲜明的 非常或者是不鲜明的一个 后印 就是历史的烙印 他可能来自社会的 来自家族的 或者来自个家庭的 很微小的单位的 那这些其实我都是 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对 所以我想 在我的人物身上 我往往会不会忽略这些痕迹 对 您刚刚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提到了老人 然后您从您的第一部纪录片老头 开始一直到最新的这部妈妈 都是聚焦于老年群体 我看到肥罗刚刚也在那个聊天框里面 给大家分享了 给大家分享了 Casie Play上面老头的链接 大家可以在Casie Play上面去看 杨丽娜导演的这部 杨丽娜导演的首部作品老头 那说到老头 他是您创作的第一部纪录片 您在当时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 只有20多岁 但是您却对这一群老年人 有这种非常浓厚的兴趣 是什么样的动力 让当时只有20多岁的您去 拍摄这样一群老年人呢 如果说动力 我也不认为是准确的一个动机 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一种美 就是我在老 在那群坐在太阳下面 毫无竞争力 就是他们呈现的一种生命的最终的状态 对我来说是很美的 对 他们的那种 很宽容 然后随时准备好自己 临终的样子 那种从容感 对我来说很吸引人 被规讯的 然后被 就是被统一的那种 那种方式 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 我比较抗拒 但当时当我看到老的时候 尤其是我走到他们中间 然后我开始我的工作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我能适应的 然后我喜欢的 然后和我生活能产生交集的 这么一个非常美好的自然的 轻松的工作 那其实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 起初的一个缘起 然后让我完成了这部影片 对 老头们其实我们的关系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 在这关系的交往当中 也是我开始慢慢的喜欢 纪录片的这个工作方式 对 老头之后您又拍了纪录片 老安 还有我的邻居说鬼子 包括到后来的妈妈 这些作品都是 聚焦于这些老年人的群体 那 我感觉的是某种程度上 我们可以把老人的这种生命轨迹 也看作是一个 时代变先的缩影 那对您来说 这些老人或者说 衰老这一个过程 它意味着什么呢 它是很自然的嘛 我认为它是一个自然现象 对 但是当时对我来说 我20多岁 我对衰老 就是没有准备 有准备的 尤其是当那么多老人 他们就像商量好了一样 就是消失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是很准备的 如果说一个老人去世 后来我已经拍了七八位老人 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 那我其实是很焦虑的 我也没有准备好 然后 后年我开始 开始面临死亡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到今天 那我知道有多少人出生 就会有多少人死去 没有死亡 也没有未来 所以它就像大地上 万物生灵一样 生命的法则是非常公平的 我们也不需要活那么多年 我们之所以活那么多年 也是为了 有那么多时间 来给我们自己做准备 面临死亡这回事 所以我通常也会 有跟死亡比较接近的议题 对 然后 对死亡的课题也会 想很多 对 因为这就是人生的 礼途的一站 每个人都躲不过去的一站 对 它跟生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出生的时候 我们可能 太会想这些 但是 在行进的过程当中 然后我认为 不仅仅是老年人 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面对 年轻人 也会面对 自己喜欢的动物 对吧 然后我们也会失去 亲人 还有所有所有的 世间万物 对 所以但是 我必须承认 我是因为 拍摄老头这部影片 我开始才对死亡有思考 等于老头这部影片 我另外一堂生死课 您那个时候只有 您继续 您说的您是 就是我觉得您那个时候 只有20多岁 但是能有这么十度的思考 尤其是对于死亡 这些比较沉重的议题的思考 我觉得是真的很了不起 如果你要是我 你也一样会思考的 因为他们就是那么好 那么可爱 那么温暖 那么 就是那么的棒 他们已经成为我的灵魂伴侣 然后当他们走 走爱你的时候 我觉得 我们都会想一想 为什么 对 无论跟你的年龄 好像没有关系 那个时候就等于我是说 我提前上了一堂 也非常感谢他们 您后来又拍了老安这部纪录片 老头是聚焦于一个群体的 那老安您是主要聚焦于 老安这一个个体 拍老安这个纪录片的心路历程 您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老安其实也有死亡 比如说老安的 老魏不是死了吗 对 他死的时候 老安就在医院里面 他当时并不知道 小魏已经去世 然后他就 很多人都在瞒着他嘛 然后他开始并 然后他就 走到五场去的时候 就是有人就告诉 就以为老安是知道 小魏去世了 就跟他说 他才知道 原来小魏去世了 他之前有过想法 但是他不愿意相信 所以他面 他说 如果他要是住院了呢 还好 他如果需要肾的话 那我愿意把我的肾给他 我说那给他 你不就完蛋了吗 因为他已经94岁了 他说那没事啊 我已经有了 对吗 我 我 我记得他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在十行鸡面前 也泪流满面 就是我也看 另外一种样子 这部影片 我是从一起跳舞 剪接 剪接出来的一部老安 一起跳舞 几对灰腕链的故事 就他们都是有家庭的人 但是在五场里边 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心 心爱的人 对 所以这部影片 不考爱情到底是什么 就是婚姻到底是什么 对 所以 我原来我们会经过广场舞 我会很不以为然 看到那些人 我甚至认为他们在跳舞的时候 也很世俗 对 当时 当 他们 跟他们进入深入的情感交流的时候 我再也没有 轻视他们跳的那个舞蹈 我再也不会笑话他们 因为我最后 我作为一个专业的舞者 我也每天 要去跟他们先跳一段舞 然后我们再开始我们的工作 那是很 那是一种 那也是一堂课 他们让我看到众生平等 对 不是说你是专业的舞者 你就 扭叉的很 你的舞跳的就有多好 不是的 他们的舞都一样的好 对 他们的那种情感 那种对人的 人的那种沸腾的生活 那种顽强的生命力 还有在生活面前的那种 无奈和挣扎 其实也都是 我也看到了 也学习了很多 所以我一直说 其实跟剧情片里的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 我受益于他们 对我的帮助 然后 我的对象之间是 相互反哺的关系 对 还说纪录片的对象 对 他们 也不想分钱 他们把他们的所有的生活 给了我 他们 对 但是 我把我的尊敬也给了他们 就是 我去很多年 他们在我的生命里消失 那些老头几乎 不是几乎了 就是 就是都去世很多很多年 老安也走了 小魏也走了 鬼子来了的老头们也走了 但是他们依然 在我的梦里 他们依然在我的回忆里 所以这些 我认为都是纪录片的魅力 您刚刚讲到这些 就是 让我感觉您把 自己的情感 也完全沉浸在了 纪录片的拍摄中 其实 在看您的新片妈妈的时候 就 我也觉得很感动 就中间一度 哭到 就是用了好几包纸巾 就觉得特别感动 这里面的人物 让我也想到了 我的祖母 我的母亲等等 身边的这些 女性的长辈 就 就是让我觉得 影片在那个时刻 跟我自己的生活 跟我的生命经验 也发生了 很深入的连结 然后我觉得 这个就是 电影的魅力 就是能够 让我 让我自己的情感 也完全沉浸进去 谢谢 那刚刚我们讲到 就是您的创作中的 这些老人嘛 我记得在 我觉得在妈妈里面 您对于老人的刻画 也非常的深入 就是我们 传统 对很多 比较传统的叙事方式里面 可能会把 更加年老的母亲 设置成这个 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 然后让女儿和母亲之间 实现一种 角色上的反转 就是女儿去照顾这个母亲 但是在妈妈里面 我们看到您是 正好相反的 是这个60多岁的女儿 得了阿尔兹海默症 然后年近90的母亲 去照顾这个女儿 那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您这样一个 设定的初衷吗 嗯 这个初衷 很简单 就是第一 它不是常规化的 然后第二个 我说它在戏剧上 还有在人物的表演的延展度 还有张力上 它都是有空间的 对 它的 就是这个影片 很有意义的地方 然后 一并并不是老人的特权 它随时都有可能 在我们身边 任何人身上 对 对 包括现在一些人很年轻 可能就是三四十岁 也会得阿尔兹海默症 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 值得社会去关注的问题 对 说到阿尔兹海默病 我认为它其实也像一场非常疯狂的风暴 就在冲击着我们 其实并没有 我们在一路的路演过程当中 在调研当中 然后很多 阿尔兹海默病家属 还有医学工作者 就是都说我们国家的这种阿尔兹海默病 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 然后有一千多万 对 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 而且低龄化的 很多老人就医的时候 它已经是中晚晚期 因为我们会忽视老人的遗忘 认为这都是正常的 实质上认知 跟普通的遗忘 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未来 包括我们这个社会的体制和机制 会有多少力量 会有多少的服务的 就是机构 老龄化社会的议题 走到今天 其实从老头到现在 已经很多年过去了 也是一个非常严重 对 就这种进程当中 其实都是很艰巨的 在未来 我们其实都要准备好 是这样的 我们发现就是从老头 到您最新的这部妈妈 像对于老年群体的持续关注 是您一直以来的一个命题 您最先是拍纪录片 然后后来又去拍了 春梦春潮春歌 也就是妈妈这样的三部曲 那当初是什么力量 或者说什么因素 推动着本来在拍纪录片的您 也决定去尝试剧情片的创作呢 您之前拍纪录片的一些经历 或者是启发 有没有对您的剧情片创作 有比较深的影响呀 这个问题被问到了挺多的 那我其实转成剧情片 我认为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 对也有某种程度 跟说过就是我拍纪录片的特点 是我跟人会走得很近 对但这种走的情感 其实就会让人也很疲惫 然后也会有一种不安 就是时间长的话 你会对你的拍摄的这个过程 然后也会有压力 那你看人物都是演员来扮演的 剧情也是你 比如说像春梦那样的影片 我不可能拍成纪录片 那作为一个剧情片 对那我在拍摄的时候 很多人看到春梦的时候 也在问 怎么这么像纪录片 那其实可能就是我 比较擅长的一种方式 用到了剧情片的工作当中来 然后可能就是 我没有掌握好剧情片 跟纪录片的他的这种 我觉得我融合的比较好 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融合的 非常好的情况下 他也会成为一个 美学上不同意的一个 一种可能性 对所以我现在也是在 很好的训练自己 这个就是自己的工作 然后也必须要好好的 训练自己 那其实纪录片跟剧情片 对我来说都是我的养分 对他们两个都是相互借力的 那对我来说 我现在纪录片跟剧情片 都同时在创作 我拍完一部剧情片 一部纪录片 现在已经像一个规律一样 对所以我前一阵 刚做了一部纪录片少女鱼马 然后是拍几个少女鱼马 也看不到其他的能吸引我的 嗯 就是从题材上是这样 我就是围绕这三个主题 转来转去 但是我一点也不认为它单调 我一点也不认为它是重复的 因为人的每个阶段都很美丽 女人的每个故事 女人的每种那个那种议题 我觉得都都值得知道 对所以我认为 我接下来在我之后的创作生涯里边 我还会持续 尤其是女性议题的创作 我会一个接一个的做 对直到我 是我也很清楚 我作为一个女性导演 嗯 这个使命不是别人赋予我的 是我自己给自己的 我觉得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边 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嗯 嗯 嗯 探讨空间里边 还有很多的人生存在困难之中 很多的女性在挣扎之中 哪一天 就是未成年性侵数据在逐渐减少 哪一天我们的伤害 暴力事件停止了 哪一天 当我们的 呃 离婚的妈妈们能够很顺利的 见到自己的孩子 不被 藏走 不 剥夺 母亲的态视权 就等等这些 我认为那个时候 可以稍微停下来 然后 做个其他的题材 否则我会一直都在关注这样的女性话题 对 嗯 我发现 现在对于女性话题的 呃 的关注是 就是全世界范围内一个大的议题 就我现在在读博士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我有很多 女同学 她们的 她们可能就是来自世界各地 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是 大家都有很强的这种 女性的意识 然后也会在研究的过程中去 更多的聚焦于女性的境遇 女性的困境 女性的生存情况 思考等等 我觉得 这个是让我觉得比较感动的地方 也让我觉得就是和很多的女性创作者 还有女性学者能够实现一种情感的连结 然后也很感谢您能够用您的影像给我们提供这么丰富的一种女性的视角和女性的思考 对 而且我也很想说 就是我们关注女性议题 不是一阵浪潮 它不是一个秘书运动演 是的 在这个浪潮之前 或者结束之后 我们都应该 对 引起就像一个很自觉的一个关注 就如果女性不关注 女人自己 那谁又来关心我们 对吧 但是我 今天我们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一种觉知力 然后自我保护意识 自我关注的 我觉得是挺好的 对 然后 十年前 那个时候 这种 还没有什么就是女性浪潮这一说 但是春梦当时 我介绍的也是一群 其实我是通过一个家庭的女性 其实探讨精神世界的一个问题 那个时候焦虑症 其实还没有被 没听到焦虑症这个词 但事实上它就是 很十年以后 我们就是尤其是疫情之后 就是精神焦虑它已经不变了 对 所以某种程度 也是一个 有预言性的一个 一个故事 然后 到了妈妈这部影片 其实除了 呃 老年一提 我 你看过影片 你也知道 我也很想聚焦在 二字海默病上 对 然后 二十分子的侵蚀 那老一代的知识分子 其实我也特别敬重他们 对 然后他们那一代人也吃了很多苦 到晚年了 本来可以很好的安享 晚年像妈妈一样 本来可以活得很任性 活得翻譜归真 但是 生活并没有放过他们 也给了他们种种的一个中创 对 所以我觉得用影像 对 我会用我擅长的影像的工作方式 对 来继续介绍 我所看到的 我所 能理解的那些 女性的 人物的命运 和他们的故事 是这样的 您刚刚提到 您创作中的这种女性视角和思考 在90年代之前 我感觉 华语电影 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像创作 其实 女性视角都是被 比较边缘化的 很多比较熟悉 华语独立电影的影迷朋友 就觉得 您用您的这个 纪录片的创作去拓展了一种 女性的表达空间 也实现了一种 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中的结合 我觉得这是一种 非常有开创意义的创作 那 90年代末 2000年初 那个时候的 整体的这种 纪录片的创作环境 是怎么样的呢 那个时候 就是 女性创作者的 这个创作环境 又是怎么样的呀 其实问我 问的 我能给你的非常少 我只就我了解的部分 说一下 对 秋山珠子在的话 他应该比我更了解 我不知道他在不在心 我当时 其实那个 90年代 我的工作是很 我就是跟自己工作 我没有认识这么多 对 然后那个时候的 媒介 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像自媒体啊 对吧 都很 很发达 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是 非常封闭 就是我 我拍摄 是不是纪录片 我都不确认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都管专题片 叫纪录片 就是没有听过 纪录片的词 大家只有从电视上 看到这种专题片 对 然后我是从一本 史上 那本厚厚的 繁体字的书上 我才了解 哪个国家有真实电影 哪个国家有 每个国家导演 他在做什么样的影片 我才知道 很多 纪录片的人 对 所以我工作老头的时候 也其实也是 很封闭的 是到后期的时候 我才去认识了 司徒老师啊 然后认识了 多纪录片的同仁们 然后 也包括文光 对 后来也 电影里也去了 影展什么的 我才认识了一些 做纪录片的人 对 但是 对 但是后来 那个时候的女性 我当时并不认识 季丹 冯彦 包括现在的玛丽 但是我知道 她们很重要 她们在 无论是在那个年代 还是在这个年代 她们都是非常重要的 女性的 纪录片的创作者 对 如果大家有 有机会 可以去看看 她们的作品 对 她们的作品 非常重要 一点也不比 剧情片差 相反 我认为 她们拍的都很好 比剧情片好 对 嗯 那刚刚说到 纪录片 就是 英国的 华语电影研究学者 Chris Berry 就是佩凯瑞教授 她曾经在研究 华语 独立电影和纪录片的时候 把这种纪录片 比作一种公共的档案 她的英文写的是 Public Record 如果翻译成中文 就是公共的档案 那您觉得 您觉得纪录片 它有这样一种 公共档案的职能吗 或者说 您觉得 之前的这些 独立纪录片 它 就是 对于 对于社会 或者说 对于这个 华语电影 它 扮演着怎样的 一种角色呢 据我了解 你们这些学者 不就是 把它们成为 纪录片档案吗 你们不就是 在这些档案当中 去研究 今天中国 发生了什么 然后 今天的影像 是什么样子的呢 对 所以 有 更 发言权 我认为 无论是 哪个国家的 纪录片都重要 每个国家的 纪录片 它都可以 成为档案 因为它有 不信的文本 它一定是 区别于 其他的出版物 其他的 美 它一定是 有它的价值 和有它的位置 对 从程度上 它是唯一性 我认为 那您觉得像 独立电影 这个概念在 就是它是 90年代初 那会儿诞生的吗 那经历了 30年的发展之后 您觉得 独立电影 它发生了 怎样的变化 或者说 我们现在对于 独立电影的理解 还应该和之前 一样吗 这个我还挺想 跟你聊聊的 那你作为一个 观察者 从你的角度 是怎么看的呢 我是觉得 现在 如果放在 怀语电影的 语境里面的话 可能 独立电影的 概念会发生 一定的变化吧 因为 因为我觉得 它的重点是 能够表达一种 批判性的思考 或者是对于 社会的深入的观察 而不是能够 一味的 有没有通过审查 或者说 特别政治性的 视角去看待 所以 像最近这些年 我觉得有一些 青年电影人 他们可能 创作的电影 也可以算作 是独立电影 但我也 我最近 我最近看了很多短片 对 我认为那些短片的导演 那些青年的导演 他们一直 也可以说是 一直都在做 这样的创作 我并不认为 他们的 创作就不是 不是 不是没有思考的 对 而且他们的 方法 其实跟我们 年轻的时候 是一样的 很个人式的 很有个人表达的 作者性的 对 而且 而且很多人 很多年轻人 都在做 这样的工作 对 然后他们的作 就是来自 不同 不同风格 不同 不同 作者性的 很多元的一个面向 我认为 都挺好 对 我觉得 就是我可能对于独立电影的判断 重点在于 他有没有表达一种 对于社会的深入观察 或者是批判性的思考 对 我是这样理解 我觉得 你们的理解 也很有启发 他没有一个国界的限制 是的 是的 不过现在 最近这些年可能对于这个概念的定义 就是比较模糊了 或者说不太好去定义了 感觉 交给你们学者来定义吧 这是你们的工作 对 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去研究一些 华语电影 更深入的去研究 刚刚我们聊到了女性创作 近年来就是女性电影人啊 还有女性作者都更加的愈加受到 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了 比如说是 诺贝尔文学奖就颁给了女作家 安妮·埃尔诺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那她的作品也是常常能够从 自身经历和感悟去出发 聚焦女性的生命经验 你又是如何看待女性从 自身经验出发而进行的一种创作呢 嗯 我认为这样挺好的 其实我在我介绍 无人当中还有艺术家作家 呃女性的呃作者身上我认为大家都从自身经验出发的比较多 对 然后这种 我认为所有的自身经验会合在一起 她也能也是一种公共经验 她不是说呃就是出当然我也承认有有特殊性啊 但是我相信个体然后就会组成一个集体 一个集体就是一个直接对吗 所以我也呃 呃 个人的经验就不是经验 然后一个公共经验就不是经验 我认为所有的经验都值得借鉴 所有的经验都值得警醒 经验 好去思考 所以啊 对嗯都好 嗯 啊接下来剩下20分钟的时间 那我们请观众朋友们来进行提问和交流吧 对我刚刚跟秋山朱子老师打了个招呼 他说他想跟您打个招呼 那就是欢迎秋山朱子老师跟杨岛打个招呼吧 跟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打个招呼 好 杨丽娜你好 你好啊 很高兴能见到你 在这里 哦 我看了你的妈妈也挺喜欢 我我发现这个年龄段 就是那个老老奶奶和那个他的女儿 可能是嗯 我还以为是这个老奶奶有这个年龄段的 他的那个角色 当于你把这个颠倒了 让这个女儿 允许他走向他同龄 然后就体验一种这个 我们里面也会有不同的可能是那个 很负责的那些年龄的记忆 交叉在一起 所以呢 这个你描写这个 嗯 也听我感觉非常的 有印象挺深的 有可能这个老奶奶 当中也有很多的年龄段 然后他 嗯 也不一定他被照顾 而是他自己又重新照顾这个 曾经的小女孩 就这样子 非常喜欢这一部 谢谢 我看聊天区里面有一些观众提出了对于阳岛的问题 呃 一会如果有观众想要提问的话 也可以举手 然后我们会点名请您来进行交流 嗯 有一位观众叫做何芳敏 他在评论区里面打了一个问题 呃 在妈妈中 妈妈推着女儿走向 走向大海的那一幕 我有很大感触 出于对深渊和危险的反射性直觉 我是有点害怕的 因为已经涨潮了 但同时也很容易捕捉到其中的叛逆 自由和扩大 我觉得这其中有着巨大的不平静 所以想请导演分享一下 这其中的不平静 与您在前面谈到的老人面对死亡时的平静之美之间的张力 嗯 春妈妈这部影片的结尾 其实我用的是一个开放的结尾 对 我感谢 我希望观众 就是事实上我们在观看的过程当中 很多观众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就是他在问我那种结尾到底是什么 对 那我其实我的应答就是 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我但是我作为这部影片 我是我是想祝福他们 就无论他们是怎么样的 他们做什么 我都会祝福他们 对 因为他们最后孙严 对 带着自己的一生的 一个命运 他们也是一家人的 苦难和祝福 然后他们离开就是在这个海边跳舞 他们 是在这样两个生命的很庄重的生命面前 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唯有祝福 对 不管他们发生 对 然后我都会 我都会去理解 会拥抱 对 我是说 对 嗯 这两个人 这两个母女 哎呀 我其实我作为 他们的 我一直说 我的拍摄 我拍摄的剧情片的人啊 他们 不是我写出来的 是他们 找我 我们在一起 然后 他们 我只是把 他们想说的话 写了下来 我只是把 想他们 想做的事情 介绍了出来 对 所以 我 我可能是他们的一个仆人 对 所以作为他们的仆人 还有作为他们的 亲近他们的人 我是 很想好好地照顾他们 保护他们 然后 包括到最后的 因为有一句话 女儿不是说 大海是 我是一滴水 妈妈是大海 爸爸是一条 不会游泳的金鱼吗 那大海 嗯 在某种程度上 对 然后 那个海浪 它也是人生的浪潮 对吗 是的 在人之初 像人之初一样 在跟着妈妈 在学走路 扑下妈妈的怀里 并循环 轮回的 一个象征 对 对 我在看的时候 也非常喜欢影片 最后的那个开放性的结局 还有海浪的这个设置 就觉得非常美 就是 也让我从中感悟颇多 希望有 希望刚刚的回答 能够 让 就是能够回答到 这个何方面观众的问题 然后我看到 对 这边还有观众举手 聊天框里面 还有一位观众提了一个问题 嗯 这位观众他提问说 想请问杨岛 目前的许多自媒体独立创作者 与90年代 您的创作有哪些不同 说实话呢 很抱歉 我这个问题 我没法回答 对 因为 我平时 社交 还有在网上 网上我好像只有朋友圈 然后微博 是因为最近 那么多宣传 我才上了微博 然后自媒体 我是 有一个我可以说 自媒体 其实 它非常重要 在这个时代 对 就像我们当年 我们的出现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 对 它能让我们 听见更多的声音 看到更多的面相 对 然后它今天 也很顽强的存在 对 所以 它也有更多 自由表达的空间 这些都很重要 那更多的 我其实 就不能 回答你 嗯 但我觉得 您刚刚的回答 已经非常重要了 我感觉 尤其是 最近这两三天 我觉得 就是又感受到了 自媒体存在的 必要性 就是传达了 很多的声音 让我们去听到 嗯 这里还有一位 Mave 在聊天区里面 打出了这个问题 我看到 刚刚Mave也举手了 Mave Mave你想 就是自己来 开开语音 问杨岛吗 那没有的话 我就来传达一下 他的问题 他是一名影视专业的学生 也喜欢拍纪录片 他想问一下杨岛 对于寻找拍摄题材上 您有什么自己的方法吗 或者说您如何判断 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 能否 是否能拍 是否值得去拍 这些所有的问题 综合起来 就是你的判断力 对 就是这个判断力 其实是 我觉得每一个拍纪录片导演 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 因为它直接影响 寿命 还有它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品的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是没有什么记忆 就是说我也不是学院派 也不是理论派 我其实更接近我自己的一个直觉派 对 比如说我遇到 我非常喜欢他 我也能看到他非常喜欢我 然后我的直觉也告诉我 场里边一定会发生一些故事 但是我并不是说判断 然后我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还是要跟他们在一起 有很长时间的交流 有很长时间的 前期的工作 比如说老头 当我走进老头身边的时候 我其实在远处已经看了他们好几天 对 就是我自己的判断期 对 但是我通常 就是 就像我们谈情说爱似的 我通常看上了一群人 那那群人也会看上我 我信任他们 这个基本百分之百的 没有什么0.1的丝毫的 就是不好的经验 对 因为这些判断 一个作品来说非常重要 我不会和 比如说对方特别犹豫 然后或者是他要考虑几天 或者是说他让我想一想 就是我认为这些 就是在我看来 如果我要是 我目前 就如果说我要遇到的话 我其实都不会考虑 因为他这么犹豫 就是也有可能 他在拍摄期就会犹豫 有可能在剪辑阶段 他会犹豫 有可能在你作品出来以后 他也会犹豫 那其实这样的 也在其他的导演身上发生过 那 而且我选片子的题目的时候 我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 比如说 但是我拍剧情片的时候 我肯定是很清楚的 比如说女性三部曲 要介绍女性什么 那这个我其实是想得很清楚的 但这个也不一定是说 那比如说我拍纪录片的时候 那你说我拍老头的时候 我就是因为他们很美 那我有什么目的性呢 对吧 我的目的性就是想建议 对我拍鬼子来了的时候 我的目的性可能就是我想听听那些老人们讲 关于抗日战争的故事 我拍妇女主任的时候 我的目的性如果你说有的话 那他 就是我想知道 我生活在2000年以后的今天 这些各个职能部门的妇女主任 他们都在为妇女们做什么样的工作 这些妇女们在这些体制当中的 这种职能部门 我们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或者是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然后就是我是命题上的 而不是说比如说哪些题材 我觉得拍了会怎样怎样 其实这个我相信我是导友的 然后大多数的导演应该也不至于 我说的那个目的性跟功利心还不一样 对就是所以 要一开始就非常清楚 对 明白 我觉得就是根据您刚刚说的 应该是您和拍摄对象的这种相互信任 这种相互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这个一定是 是的 对 刚刚有一个没有署名的使用iPhone的朋友 有举手 您现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他打出了问题 那我们就是按照顺序来先提问李佳琪观众的问题 李佳琪问您能否透露一下下一部长篇的计划 也是讲述女人婚姻的故事 因为我觉得婚姻也特别有趣 就很多女性在婚姻 我们的在这个新时代女性里边 然后我们怎么样和自己的婚姻相处 怎么样和家庭相处 然后婚姻带来的有善的结局 有不善的结局 有恶缘 也有反正在这个过程当中 女性是怎么成长的 男性是怎么样 嗯 然后就是看待这个关系的 我想我还差一点 还没有说 所以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大环境经济环境 我们的电影环境还能 再继续做剧情片的话 那我想它会是我 就学嗯 那你这部影片现在是创作到什么阶段 是在写剧本吗 哦 剧本我已经准备好完了 写了好多年 对 哦 嗯 天我的女儿上学 我就一直陪伴她 我几乎没有时间拍片子 但是我有时间写剧本 她睡着的 你写我的剧本 对 都是这么 跟男性导演不一样 因为那个小孩 会分散你特别多的精力 你一边养小孩 工作几乎是不能同时的 所以你必须找时间 所有的空档来做自己的事情 对 嗯 对 感觉很辛苦 就是要在所有的事情中都平衡好 嗯 嗯 这个iPhone用户 她说想问一下杨岛 您对安乐死和女性堕态的看法 您是否支持 哦 我刚才看了这个 对 哦 我 我 有禁止就会有支持 嗯 我是属于支持方 嗯 明白 那还有其他观众想提问吗 我看到了 嗯 看到李莉娜 她说想问问杨岛 如果您看过90年代的先锋纪录片 北京的风很大 在这里面摄影机一个非常莽撞的武器形式出现 没有传统拍摄与被拍摄者的亲近时间 您觉得我们拍摄是要先举起相机还是先交朋友 我觉得他可能是在问您呃和拍怎样处理和拍摄拍摄还有与拍摄对象之间的这种关系吧 嗯 我认为不矛盾 所以如果你先拿起摄像机也会被认为一种冒犯在某种程度上 所以我建议先交流 对然后说清楚你要拍什么 我是要拍个短片 我还是要拍一个纪录片 我为什么要拍这部纪录片 还是要很耐心的跟他说明 对 嗯 然后李家琪问到了春歌改名为妈妈的原因是什么 嗯 改名妈妈的原因也是因为 嗯 嗯 就是我很清楚这部影片其实是 他是面向市场的是和观众对话的影片 嗯 然后 妈妈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他主题会非常清楚 嗯 然后如果你就要出 讲哎 这部电影是关于什么的 嗯 然后其实在我看来就是 我的电影如果能被更多人看到也是件很好的事情 我也不不拧了 嗯 因为呃 电影其实 就是他的那种传播率啊 像 嗯 我们很 就是也有一些 我之前有些 纪录片 像老安啊 还有我的家庭录像带啊 我其实在国内都没有放过几场 嗯 我认为这也是 对 啊 妈妈其实啊 在中国的票房还挺好的 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观众看到了妈妈里的人 妈妈里的故事啊 那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好 一种好 对 而且叫妈妈也有一种普世的价值 就妈妈这个词通常都被我们忽略了 就是我们女人即使妈妈也是女儿嘛 然后很多时候 叫了多少遍 然后叫到老 我们千呼万唤 妈妈第一时间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站出来 但是因为太普通了 所以我们也会忽略妈妈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 就他的意义 那么如果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然后让我们能重新回想我们和妈妈的关系 能够重新提醒 作为母亲 我们和这个家庭和子女的生活的意义 我认为他也是好的 也不是不好的 所以妈妈认为他 他就有的现实意义 还有普世意义 都是很多的 很多面向的 从老年题材上 还是从像上一代女性知识分子致敬的 这么一个主题下 还有阿兹海摩兵的这种介绍上 他都有他的就是前瞻性 对 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 上一代女性知识分子的影片 就是人到中年 就是潘红老师主演的 那其实这么多年 关于女性知识分子的影片是空白的 那这种 我们又是一个电影的大国 我认为它是缺失的缺席的 那这种缺席 那其实是一种遗憾 是我们没有做的更好 是 那我 这部影片我认为它的意义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做到了 而且还有一个电影 电影有关的一个就是 我们也都看到中国电影里边 很少出现两位85岁和65岁的女演员 同时作为双女主出现在大荧幕上 这个也是很少 因为我们的审美 亚洲女演员40多岁 你就可以演奶奶了 然后你在 那我其实也想 通过行为这样的一个表现 一个实际的一个证明 然后无论是像业内 还是像业外的观众 还有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人 发出一个声音 女演员任何时候都能散发出 属于她的光芒 女人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变老 至于 界定都应该有我们女人自己 说了算 别人说了都不算 事实上证明 吴老师跟西老师 她们还是得到了观众的 尊重 对 只是 繁荣 只是我们对女性的要求太多 对 所以我认为 这些都是我们在 一点点的进步 也是进步 一点点的进程 它也可能会比 比昨天更好 对 所以我就想 力所能及的范畴之内 我 这些比作成一个 我自己分内的事 但同时她也对我们女性 电影人也好 女性的身份 还有姐妹的这种互助 帮助上 我认为她多少都会起到一点点的 进步的小小的作用 对 是的 妈妈里面确实两位老师的表演都非常的精彩 就是给我们留下的特别深的感动 嗯 就像刚刚有一位观众说的 妈妈确实是具有现实意义 也具有普世价值的 那我们在就是最后的三个观众问题吧 嗯 其中有两个观众都问到了 关于纪录片的一些理解 呃 纪录片可以作为真实的史料吗 还有一位问到媒体纪录片和作者纪录片 拍摄方式有什么区别 呃 呃 可以作为史料 这是毫无疑问的 很多史料我们也称 无论是战地纪录片 还是呃 呃 某种学科的 比如说人类学的纪录片 对吧 它有很多种 对 它 成为史料 而且就是因为这种纪录片 才能提供完整的史料 最可靠的是史料 呃 第二个问题 我认为 它也不是单一的 就是 我们也 很想 拍拍纪录片的方法 特意把它拍成一个 嗯 媒介式的 或者媒体式的 对 我觉得这些都 无所谓 对 只要你的内容 它 表达 还有你的那个主题 是不是 嗯 你最想诉说的话 对 那其实 我认为 都不介意啊 都 没那么重要 啊 然后最后一位观众 问到就是 呃 能 能否阅读到您的文字作品 哈哈 呃 呃 前几天还有出来是找我要出 我的书 但事实上我觉得我没有准备好 我的文字 其实都在我的日记里面 对 我就说会常年的写日记 有的时候我 嗯 嗯 我的剧情片里面 其实都是我的文字 那些编剧 都是我的 都是我编剧的出来的 对 我母体 还没有做写一本书的一个计划 和打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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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大家反响都很热烈 都一直在说谢谢导演 好也谢谢观众们 对谢谢你们今天晚上的参与 嗯 对感觉这一个小时过得好快啊 不知不觉我们都已经谈了一个多小时了 啊 特别希望时光能停留在这一刻 让我们更深入的去了解 杨丽娜导演和她的创作世界 嗯 非常感谢 嗯 我看到秋山珠子了 谢谢她 嗯 嗯 珠子还是 嗯 你说珠子 中国的电影人也是非常 非常非常友好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说她是文化使者 她不仅仅 跟我们电影有关系 跟跟艺术 她每届都很有关系 然后也给我们提供很多帮助 在啊 的时候对 嗯 珠子也很美 都很喜欢 不好意思你 那个过奖了 非常害羞 谢谢 你在的你的背景是一个电影院 现在我们的电影院都快关了 哦 对 这是大阪的电影院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 一家电影院 嗯 希望你 今后来大阪我带你过去 嗯 好 嗯 嗯 好 谢谢大家 兔子老师 那呃 呃 谢谢杨姚导此次非常真诚的分享 谢谢各位观众们的积极热情的参与 也谢谢开C Play组织这一次 非常有意 有意义的对谈活动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呃 呃 正是告一段多了 呃 通过今天的对谈 我们更加深入的